清迈大学受益学院 成立于1994年8月3日 是泰国北部地区第一个受益学院 旨在满足受益人才的需求 学院旨在培养具有学术优势的优秀毕业生 其学术机构强调培养临床专业知识 注重学课整合 问题导向学习 专业技能和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参与 根据2024年泰武石膏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中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表现里 清迈大学受益学院于受益学领域中 在全球378所机构中排名第23位 在泰国排名第3位 此排名是代表着学术机构支持和持续发展目标 并且在社会中产生高度的影响 学院的行政机构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学院办公室 学校 收医医院 策略任务组 目前 2024年 共有约296名人员 其中讲师 77人 分为19名讲师 39名助理教授 16名副教授 和3名教授 另外 还有兽医 动物护士 科学家和办公室人员等 219个辅助职位 而目前 就读中的本科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 约460人 从过去到2023年 已培养了1175名兽医毕业生 学院透过7个单位提供兽医护理 包括小动物医院 大型动物医院 梅安动物医院 大象和野生动物健康中心 宠物保健中心 宠物护理中心 以及 装助处理转诊和提供专门治疗的北方兽医学习和健康出境中心 此外 设有检验医学和动物健康创新中心 已作为疾病诊断的支持单位 另外 还拥有一个兽医培训中心 和一个用于教学和研究的职业农场 除此以外 学院还拥有重要的One Health机构 也就是同一健康机构 包括亚太地区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中心 和清迈大学One Health监测中心 在教育方面提供六个学位科程 两个学士学位科程 包括一个六年制受医学士学位科程 和一个四年制动物护理理学学士学位科程 一个高级研究生文凭科程 这是为期两年的临床受医科学科程 两个硕士学位科程 分别是受医学理学硕士科程 和一个受医学理学硕士科程 国际科程 一个博士学位科程 也就是受医学哲学博士科程 国际科程 研究生研究生科科程 例如 如此 这个计划 提供了提升系统临床 职能的训练 尤其 third year 兽医住院医师培训计划 以获得内科兽医专业知识和专业知识证书 此外 还有提供许多其他短期持续教育课程 让公众终身学习 研究 学院致力于创造高品质的兽医知识和创新 以解决动物健康问题 此便采用于当地、国家和国际发展或业务矿张 此外 深入受益医院和动物健康诊断与创新中心 为人员的研究提供支援 接触的研究包括 大项研究、基础研究、疫苗研究、流行病学研究 殖病诊断研究和草药研究等 过去 学院人员曾获得国家和国际奖项 例如 国家研究会员会的研究奖 泰国国家研究会员会的论文奖 和各种会议的学术竞赛奖项 在过去 学院曾在国际上发表研究成果 其专利和创新成果 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获得奖项 根据2024年SMAGO机构排名 清迈大学受益学院在泰国排名第三 反映了学院的研究实力 并提高了学院在国际上提升知名度的潜力 学术和社会服务 学院根据服务对象 将社会服务、学术服务分为三类 透过七家动物医院 当中包括动物健康实验室 和动物创新中心 为四组提供受益专业的动物诊疗服务 国内外知识和技术转移 如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 学术研讨会或技能培训等 包括学院人员受邀到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上 为学术客户做演讲 或担任各种组织的学术顾问 服务社区和社会的学术服务计划 是学院响应服务社会愿景的重要计划 学院在许多计划中 为关怀社区做出了贡献 例如为社区动物提供疫苗接种和绝育服务 社区全资 护理管理和食品安全等项目 青麦大学受益学院 秉承 青麦大学受益学院 是亚洲领先的教育机构 服务于社会的愿景下 致力于成为受益科学的领导者 和支持社会公众的源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